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安乐区有一个休闲的亮点 就是秦恩湖公园 经过北关风景管理处的努力经营 展现出亮丽的新风貌 跟着镜头一块去了解 你有多久没有到秦恩湖公园了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秦恩湖在纳入国家风景区之后 获得上亿元金配的改善 展现出可以吸引百万旅客的魅力 现在只要一到现场 就可以感受到相当有质感的旅游气氛 然后360度转回来 都没看到房子的点 我就觉得这已经很难得了 就是秘境了 就是秘境了 而这一次立委蔡世音 市议员张之豪 特别跟着在地的新伦理 里长林金龙等各单位人员 到秦仁湖进行建走 实地了解最新的景区建设 秦仁湖目前这五六年来 已经变成我们台湾头最棒的一个国家风景区 早年差不多十几万游客 其实前几年已经达到百万 去年虽然疫情 其实已经有六四五万游客人数 因为人口老化 所以秦仁湖我们目前这几年 到今年为止我们已经做通用步道 未来游客你可以从路口一直到湖旁边 都是通用 你可以亲近湖泊秦仁湖 那未来呢 我们希望保留这个国家风景区 这种感觉 让基隆秦仁湖呢 不只我们基隆人喜欢 全台湾的游客我们也欢迎 那过去这几年来 我非常感谢我们北关处 花了一亿多的预算 在秦仁湖 其实外木山整体区域的改善工程 那让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国家级游乐区 出版重的一个景点 那刚才处长也特别提到说 一年的旅客 有六十几万人 六十几万人的旅客 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那所以我今天特别跟志豪一文 特别来到现场来看一下 那主要是我们新完工的一个新的 一个通用步道 也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 无障碍空间的步道 让任何的好朋友 即便是需要退轮椅 说辅聚的人 都可以很方便的 来到秦仁湖这个地方来旅游 秦仁湖真的是我们基隆市的一个观光秘境 那讲秘境的话就是 我们既希望 不要太多人知道 但是我们另一方面 站在推广观光的角度 我们又希望很多人知道 所以其实我们也进入到一个两难 刚才那个我们跟文雲在这边 会看的时候 其实也想到说 其实以前秦仁湖之所以叫秦仁湖 就是因为 以前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联谊 然后变成秦仁 那所以说才叫秦仁湖 那其实我们也想说 未来我们其实也可以建议市府 如果做这个 联谊的活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可以选办再回来 再到秦仁湖这个地方来办 相信一定会有很好的这个结果 因为我首先要先感谢我们委员 我们蔡立肺和北关处 对我们情人 情出这么多的遗传来 做这个建议 因为这几年来我是比较没起来 但是我今天起来感觉 我整个改变很大 我也很安慰 我也很欢迎 因为这个地方开始说 我们是说到 我们新轮力的后悔 所以说我们这 早前也是很多人都在这边运动 我是感觉说他们路做得比较好 因为我们这边都在这边运动 走走也去比较好 其实我们顺势 这是非常感谢他们的 而从现场观察 秦仁湖公园周围的设施 的确展现出国家及风景区的质感 难怪可以吸引近百万的游客到方 未来再透过更容易到达的步道 以及相关的附属设施 让更多银法族 亲子都可以来亲近秦仁湖 走进山水之间达到运动健身 放松身心灵的目的 可以说是一举数得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道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长林又昌拿出了 厚达188页的市长施政总报告书 向金融市议会报告执政 这几年来傲人的施政成果 也获得了包括市议员王昕之等人的肯定 不过王昕之也批评林又昌 这个施政下的基隆没有7个行政区 而是只有蛋黄蛋白及蛋壳三区 直指施政资源不平均 应该要赶快调整 解决市政建设倾斜的情况 基东市长林又昌拿出 厚达188页的市长施政总报告书 花了整整一天 向金融市议会据性谜移 报告执政这几年来傲人的施政成果 也获得包括市议员王昕之等人的肯定 不过王昕之也批评 林又昌施政下的基隆市 没有7个行政区 只有分蛋黄蛋白以及蛋壳三区 特别是投资了68亿元左右 在蛋黄区里面的基隆内港区 直指施政资源倾斜不平均 应该要赶快调整这种情况 其他总体的建设 你就会知道基隆市 其实并不是7个行政区 基隆市其实是3个行政区 第一个行政区是蛋黄区 第二个行政区是蛋白区 第三个行政区是蛋壳区 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这三个行政区分别坐落在哪些位置上 所以我必须要说 整个基隆市政发展的资源 朝M型化分配这件事情 我觉得已经倾斜了 而如果林又昌市长还有一年的任期 我觉得一年多的任期 我觉得要在这个地方上迅速的回过头来调整跟回应 到底怎么办 所以很多例子我就不细说 但是你可以看到光是内港核心区周边就投入68亿的建设经费 你真的回过头来看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市政预算 分成7个行政区来罗列的话 你就会知道 七堵区暖暖区安乐区 到底怎么在面对整个市政发展 然后以及在市政发展过程中倾斜的问题 而针对王省之蛋黄蛋白以及蛋壳三区施政资源的批评 林又昌达巡使否认这种说法 强调基隆资源不充沛 施政要有方法策略不能齐头式分配 不然基隆永远找不到出路 基隆市整体的一个发展 是必须要有策略 是必须要有策略 更何况基隆市是一个资源相对不那么充沛 匮乏的一个城市 所以必须要有一些方法 有一些策略 而不是齐头式的去做分配 如果今天只是想到某一个区的话 那基隆市永远都找不到出路 那各位可以看到 基隆市港的一个再生标杆计划 不是为了仁爱区 也不是为了中正区 更不是为了中山区 它的区位在市中心区 并不代表着我们不去兼顾到其他区域的一个发展 而是这个市港是这个城市的最核心的一个引擎 也就是这个港的发展跟市中心的核心的地带的一个发展 如果我们做得好 才能够带动整个基隆城市向上提升 包括大家关心的各个层面 经济的 产业的 或者是包括生态的 观光的 就业的 各个方面 才能够有所改变 所以并不是 我们今天 基隆市港再生标杆计划 是淡黄区 不是这个概念 而是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在基隆市港再生标杆计划里面 土地都不是我们基隆市政府 大多数 今天 投入 这些的经费 大多数花的也不是基隆市政府的市预算 那今天投入在这个地方 更不完全只是为了基隆这个城市的发展 我们一直在说 基隆的城市的建设跟发展 必须要放到大台北都会里面去谈 所以这个基隆市港再生标杆计划 是能够去完善整个大台北首都圈的 都会的竞争力 从这个角度思考 所以中央才愿意去接受 而且接纳我们所提出来的整个改造的方案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又有一条国道客运支线将要加入服务通勤组的行列 有建于信义区深澳坑地区的居民乘车需求 经过副议长林佩祥市议员江建玉的争取 1813支线最快预计在7月上路 而市议员江建玉建议在人口密集的深溪路与深澳坑路口 规划一个停扣镇来服务市民 居住在深澳坑一带的居民要搭车前往台北通勤相当不容易 尤其是深溪路微笑台北社区的居民 至少要步行百公尺才能够搭车 深澳坑路呢 假如要搭车的话必须要到深溪路里面去搭车 走路搭车还不打紧 但深澳坑美的世界大香港社区一带的居民 却没有国道客运可以直接搭乘 经过市议员林佩祥及江建玉联合争取 总算有好消息 去年底的时候江建玉江一座他就主动跟我联络 希望说在信义区的国光客运 可以服务到深澳坑的居民 也就是美的世界大香港附近的好朋友 他们有通勤的需求 但是因为说车子没有办法有一个有效的国道公车 直接进去到这个社区里面去帮他们忙 所以那个时候江建玉江一座特地邀请我跟国光一起协调 说能不能有一班公车在身为1813的支线 来去支援这些通勤好朋友 此外为了解决国道客运快捷公车集市公车停靠的需求 深溪路口临近大型社区需要一个停靠站 市议员江建玉邀请了警察局交通处等单位 协调增设新站的可行性 深溪路这边有2088有1813 还有包括我们四公车都在这边进出 那么这里呢 急需要一个适合的地点来设站 来设立一个站牌 免得要到其他地方去搭车的话 那么对于附近的这个民众来讲非常的不便 我们希望说能够公共运输科能够运用这一块原来叫做深澳坑路31项的 等于是废弃的路 废弃的国有土地能够拿来作为 闲置空间拿来充分的利用 让我们的居民有一个行的方便的一个交通 里面再多增设一个站 这个我会把我们的意见带回去 因为期间这中间还会有所谓的 就像刚刚一座会长说的 2088然后它一些空车处 甚至它一些客运业子 它会迄近的路线 对那据说这些路线如果说 最后如果说也要调整的话 那相关意见我会带回去跟长官报告 另外市议员李敏勋也争取在暖暖区 东市街和东定路的T字形路口 整坪重修并提高路面品质的机会 让用路人用路更安全 不过提醒您 整修期间需要两个礼拜左右 行进这里时要特别放慢速度 注意安全 基隆市议员李敏勋指出 就是这条节水沟路面 三年来修了十几次都修不好 路面一样烂 凹陷破损容易造成交通意外 这里是暖暖区东市街和东定路的T字形路口 大小车辆交通流量非常大 因此基隆市议员李敏勋争取 由市政府公务处河川水利科整坪重修 并且提高路面品质的机会 要让这条节水沟路面不再容易破损 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我们决定将基础全部重做 然后钢筋绑把它全部基础做完之后 那上面直接以薄油的方式把它铺平 那就不会再有类似像这种很大的凹槽下去 那它就不会有容易破损的问题 然后这次做完之后 也会接着在年底的东市街改善工程 一并再重新的把它整个拉平 那会暂时先解决民众目前行进这一段路段 会非常感觉到非常危险 那尤其是如果你开车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阵幅 那骑摩托车同朋友骑士 更是更危险 有时候如果你万一晚上没有看好 或者说转换的时候角度没有抓准 很容易发生跌倒 所以这个地方也时常发生车祸 那我们希望说经由这一次 由公务处河川水利科 我们红科长这边帮忙 然后尽量让这个整个做好之后 博佑铺平之后 然后可以减少这边的造势率 那以及民众在行的安全 也可以更加有保障 还是要这个这边的用路人多加配合 因为之前也都是因为 在施工过程当中 养护的时间比较不足 所以造成这个勾面很容易破损 那我们这一次也用了 那个大概两公分厚的铁板 然后而且会做好这个勾面的一个养护 来达到它应该有的强度 然后避免它后面一个破损 不过整修期间需要两个礼拜左右 其中会暂时铺设施工用的铁板 林敏勋也呼吁用路人 施工期间经过这里时 要特别放慢速度 注意安全 我们这边有特别要求这个厂商 在施作的时候 看可不可以赶在今天 它预计是两天的工期 那看可不可以赶在今天把它做完 那但是因为铁板有养护的关系 所以铁板会铺在一个礼拜左右 那这个一个礼拜期间之内 真的呼吁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行经东定路跟东式接口的时候 务必小心慢行 然后谨慎注意这个整个耗制 跟你骑车的整个轨迹的方向 那不要去跌倒 那这一个礼拜之后 等那个铁板拿掉 就会公务处这边 就会立刻以那个柏油来 把进行路面的铺整 然后顺平 那就让这个地方 是不会再有一个凹陷的状况 那就是整个就是很顺的 让我们驾驶人可以受行驶 那当然还是呼吁大家 不管是不是工期间内 经过这个路段 就是一定要小心慢行 在这边呼吁大家谢谢 市政府公务处河川水利科长 红炎良强调 天气放晴 施工时间将会再缩短提早完工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哇 骑那么快 阿伯 你刚刚怎么骑这么快 我老婆要我在5月31号之前 到便利商店缴房屋税 以后不用这样赶 现在下载有缴税服务的 行动支付APP 扫描9款书上的QR Code 确认缴税资料 就可以完成缴纳咯 还有多元缴纳管道 这么方便哦 多元管道轻松缴 智慧便利一路奔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新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东 欢迎锁地 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市政做回来 基隆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此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地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祠云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夏天到了 中山区外木山已经盖好的公共厕所刚开放 这个马桶就被民众破坏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接获反应 特地邀请惨发处科长到现场了解情况 也呼吁民众和游客一定要爱惜公务 公厕马桶里面的水 不是被民众想尽办法打开 抽取出来洗脚洗手之外 就是被用力过当导致零件损坏 中山区外木山已经盖好的公共厕所 接手主管的基隆市政府产发处 从5月1号开始正式开放 原本去年先请海星早永会负责维护管理 今年也将委外管理 不过才刚开放不久 马桶就被民众破坏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接获反应后 特地邀请惨发处农鱼管理科长到现场了解情况 也呼吁民众和游客一定要爱惜公务 今年的5月1号 那开放给民众游客来去使用厕所 可是其实在第一天的开放 就发现到在所有的公共设施 都有进行被损坏的动作 那我们也是在此再呼吁民众要有公德心 要爱护我们的这些我们的公共设施 那留给下一个人来去使用 那其实我们也要再请我们产发处 也在尽量在我们暑假期间来临之前 尽快把我们的灵异设施这个部分 做一个整体的修整 然后并开放 到时候只要暑假期间 大家来游泳的时候 就可以来这边使用厕所 也可以使用灵异设施 然后也可以维护我们这里的干净 就是马桶的使用方式 跟我们一般正常的使用方式不一样 他们其实他们现在可能是想要拿到 就是干净的水 那其实不是做厕所的 就是上厕所这样子的使用 那为了取得干净的水的话 他们对水箱就做一些破坏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破坏了水箱之后 其实对后面要使用的这个游客的话 其实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而且我们这边的公厕确实 尤其是南侧的部分的话 它数量的话不太够 那如果一间厕所 只有一间厕所被破坏之后后面的游客的话 就等于是他就没有这个厕所可以使用 那这个是希望呼吁说民众的话可以爱护公共设施 夏天快到了中山区外木山海边也会吸引更多民众和游客前来游泳 灌洗室部分预定7月1号才会开放 产发处表示 未来周一到周五公测开放时间将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 周六日则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 因此市议员张炳君也会请警方加强定时巡逻 维护民众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不受疫情的影响 基隆被网球赛开打咯 吸引了120名的选手报名参加 前亚运网球国手陈迪 陈怡兄妹 回到基隆家乡 投入培养网球人才的计划 希望让网球运动在基隆发光发热 球场上选手急球 小小身躯 帅气十足 今晚阴阳高照 但热情不减 不只小选手麦里的挥拍 长青组选手也不遑多让 球场上每个人挥汗如雨 要把疫情用不完的体力 全都在球场上好好发挥 体育署推广网球运动 举办了社区联谊赛 首战来到基隆市 吸引了120多位选手参加 其中最小5岁 最年长有82岁 这个网球呢 在全国22个县市里面呢 这个联谊赛呢 是基隆市是第一所 第一个城市来扮演 所以这个是意义非常的重大 这场联谊赛 特别增设了幼幼组 又俗称为迷你版的网球赛 前亚运国手陈迪 回到家乡 举办了网球赛 希望让小选手彼此切磋 激发潜力 他的球拍跟球都是比较轻 适合低 低税组的小朋友参赛 我们也透过像网球的活动比赛 让这些小朋友没有接触 网球的小朋友 让他们从中去引导他们喜欢 副市长林永发也下场比赛 体验网球乐趣 基隆的网球其实潜力很大 那从陈迪跟陈宇两个国手兄妹 然后从这边带 从青少年带 然后今天的比赛 我们基隆杯是比较长青组 那我们希望从小朋友到长青 这个过程都有基隆 或是周边的朋友一起加入 来带动我们的网球 我们今年争取到1500万要更新 市立网球场这两面的球场 那第二个是我们现在争取到4.5亿的 市立田径场正在全新改建 改建完成之后也会新设 一个户外型的网球场 第三个在多余的基隆呢 我们也争取到6000万元 来改造市民活动中心 建设成基隆市青少年网球训练基地 希望呢这个 英诺爱台湾这个活动呢 能一直在我们基隆的各种项目的活动呢 能继续的加持 那我们这些球员呢 有好的地方可以做发挥 也请我们陈姨陈迪啊 来接基隆市体育会的网球员会 希望在青少年 还有社组里面结合在一起 让基隆市的网球更好 有钱网球选手陈迪 陈姨兄妹的加持 回到家乡投入网球培育工作 希望培养更多的优秀总子选手 让网球运动在基隆发光发热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母亲节快到了 基隆有一家知名的五星饭店 推出了母亲节的住房专案 除了住宿送日本眼魔外 还与台北饭店合作 共同推出了防护衣的真案 住房就送限量版的 航空防护夹克 再加上三款的母亲节蛋糕 以及5月8号 5月9号用餐满额送甜点等 就是要让妈咪防疫也能很时尚 这款由国内航空公司出品的 联帽机人夹克不但很潮 帽口设计更具有防护效果 即日起 只要参加这家在基隆与台北 都有社管的五星饭店住房专案 就可以免费获得限量版航空防护夹克 另外基隆管部分 还有日本眼魔的母亲节住宿专案 让妈咪防疫也能很时尚 这一次针对母亲节有推出 为了爱美的妈咪 住宿就可以送眼魔 拉提让妈妈变得更漂亮的住宿专案 那也有针对最近 我们疫情可能比较令人担忧 但是饭店有推出防护衣的住宿专案 也就是说住宿送一件防护衣 让妈妈越住越安心 防护衣的住宿专案 穿回去以后 它并不是一次性的外套或衣服 它是非常时尚 也就是我们航空公司 它每次三拨都抢购一空的时尚防护衣 其实它搭配你现在的运动风 还有在街头逛街 其实穿起来都非常方便 最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透明的面罩 可以防止飞沫 在现在当道的疫情状况下 穿起来也会非常的不闷热 那也会非常的安心 让妈妈穿的时尚有风 饭店还推出三款美味母亲节蛋糕 以及5月8号5月9号饭店自助餐用餐满额送奶酪 再加码抽住宿券等活动 像在这个重要日子 让妈咪能开心又安心的享用大餐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准时收听 欢迎准时收听